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山东上海吉林疫情大爆发 上海激进封城 吉林长春市彻底停摆 令身在俄罗斯的华人赶快离开俄罗斯 近日大陆疫情再次飙升 19个省相继爆出本土疫情 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 11日通报 3月10日大陆全境感染者已超过千例 其中确诊病例397例 无症状感染者703例 而重灾区是山东、吉林、广东和上海 且本轮一个重要特点是 学校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感染 如山东来袭的确诊病例中 学生279例 教师37例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已报告至少68例感染者 多名学生在学校隔离期间确诊感染 全院6000多人全被拉走隔离 最新消息显示 至少有16个省及直辖市采取封社区和封路措施 出现疫情的许多地方均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 如上海病例涉及多个小区 因此封了几十个小区和多家医院 甚至著名的外滩广场都封了 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 所有通往上海的路口和高速全部封闭 有24小时核酸检测都不能进来 这就是激进封城了 吉林省长春市官方3月11日发布通告称 机关居家办公 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 全市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 启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等等 一个700万人的大城市就这样突然停摆了 在美国时间的3月11日 郭先生与几位嘉宾做了个三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 原凤凰卫视创始人跟郭先生说 新中国联邦在乌克兰做的事情凤凰都做不到 在前线的战友有讲西班牙语 有讲俄语 乌克兰语 英语 日大利语等等各种语言 世界很多大媒体已经注意到了 新中国联邦在乌克兰的救援 以及在波兰边境搭起的超大暖和的帐篷 和井然有序的救援 他们进行了各种报道 他们已经知道中共是伪政权 不能代表中国人 他们在波兰救援中心看到的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是新中国联邦人 二 郭先生跟前线的战友说 一定要准备现磨的咖啡 因为在东欧国家每天清晨一杯咖啡就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在战争现场活着出来 能喝到现磨的咖啡是不可思议的 新中国联邦乌克兰救援行动 是世界上提供最好的设施和服务的救援 没有任何利益 仅仅这几天 法治基金的捐款已经超过当前现场的开支 现场开支现在是200多万美元 若共产党搞成这样的救援至少要几亿美元 而且肯定会弄成一场贪污的大戏 三 共产党为什么恐惧新中国联邦人 没有任何利益的救援呢 因为中国人找到了良知 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优秀的人 我可以 我可以奉献 而且可以有正义 有勇气 可以和世界平等相处 全球占有的集体行动 是任何有钱的人都做不到的 新中国联邦人过去五年的一切努力和锻炼 造就了今天行动的成功 共产党恐惧害怕 奴隶反抗奴隶主 引力奴隶们反抗 14亿奴隶彻底醒来 新中国联邦在乌克兰的救援 已经超越红十字会多年的世界救援 四 共产党曾经是国际人权组织第一资金来源 红十字会第二位的资金投入 美国是第一位 但是现在共产党已经被打入塔西托陷阱 没有人相信中共了 五 共产党正在为俄罗斯提供埋尸体的后备人员 中共在联合国居然还在支持俄罗斯这场非正义的战争 中共控制的媒体居然传播乌克兰有核电站 准备发展核武器 俄罗斯在拯救全人类的这种巨大的谎言 华人处在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在当年印尼排华事件中 很多华人跑到中共驻印尼大使馆门口请愿被拒绝 他们把这些华人给轰走了 驻掌了印尼暴徒 在大使馆门口就开始残害中国人 女性被强奸 轮奸 斩首 最小的女孩只有七岁 大使馆的监控设备已经看到了 但就是没人管 海外华人可以去试试 去各国中共的大使馆看看 看他们能不能帮你 六 俄罗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核心的军事技术 西方也不会给 中共都是从西方偷的 但乌克兰却给了大量的核心军事技术给中国 七 现在俄罗斯遭遇的问题 是美国破了俄罗斯的秘密通讯 中共官方数据 一年几百万人消失 几百万就是一个曼哈顿的人 全消失 全被绑架了 真实情况可能达到千万的级别 后面就是一千万个被毁掉的家庭 这次俄乌战争根本的原因是 中共在背后的金钱支持 收养战争中的孤儿 还不如先要坚定的灭共 新中国联邦不会过度的承诺 将来会不会收养这些战争儿童 以后看情况再考虑 八 中国女性能成为人大代表 她是要和很多男性上床的 中国很多军队的当官的 当年让他们的孩子上越南战场去镀金 待在大理下关等 最安全的地方绝对不会上最前线 镀了金然后回去就升官了 九 共产党马上要在世界上挑起 比俄乌战争还要大的事情 灭共是现在最大的事 十 普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 他若停战 他会被内部人给干掉 不停战就是在乌克兰黏户 或者打核战 打核战他很想打 他也敢打 但他打不了 美国F37B飞机在天上飞着的 都飞了600天了 就这个F37B分分钟就把他的导弹 能全部销毁 所以这个战争可能会拖很长时间 十一 在前线救援的战友 在GTV股份上有奖励 不能让在前线吃苦 冒着生命危险的人再吃亏 十二 美国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态度 有了重大的转变 从过去的考虑所有数字货币非法 到现在数字货币合法化 正式考虑数字美元 因为美国认识到病毒到来之后 人们渴望的是安全的货币 日本人购买数字货币的意愿和能力 比美国还强 长期肯定是美国第一 但现在日本第一 Coinbase阿灵球是其中一个投资者 有严格的KYC 而币安是王岐山投资的 是洗钱的 币安老板一定会被做掉 用币安赚了钱的人 希望他马上消失 美帝国主义在金融领域上承认自己老了 一是比特币的暴跌 没有出现任何金融动乱 美国傻眼了 二是出现了冷钱包热钱包 美国 日本 欧洲等各国政府 都在认真研究洗联储系统和洗币 政府是允许技术是可以去中心化的 但必须有中心化的管理 政府一定会监管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时代已经到来 无人能党 数字货币为主 法币辅助的时代已经到来 洗币关键的三步是实体商店的交易 主权国家流通和投资 获得国家合法的金融牌照 十三 货币的本性就是支付流通 还有稳定性 俄乌战争最大的赢家是美元 美元暴涨 美国印刷的20多万亿的钞票 一大半都被俄乌战争解决了 这钱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负的 十四 俄罗斯回到以前 永远不可能了 而且肯定会解体 俄罗斯很快会禁飞 再想跑出来就不可能了 在俄罗斯的任何护照 任何财产都会是负担 和俄罗斯有任何关联 都会是灾难 没有俄罗斯了 也没有俄罗斯所谓的盟友 像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比俄罗斯还要惨 在这些国家的华人赶快走 在俄罗斯的华人赶快离开俄罗斯 十五 有个在乌克兰 跟大使馆有联系的华人 回国后染上病毒 隔离了 国内疫情不是共产党放毒 是共产党控制不住了 在冬奥会时就有很多人感染了 只是中共一直在掩盖 共产党的奖最后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香港疫情爆发 几万几万的感染会在很多国家发生 没有打疫苗是上天给战友的第一个恩赐 第二个就是防病毒 班农的朋友写的报道说 病毒的死亡人数比实际要高很多 中东很脆弱 大家都是大家庭生活 医疗条件很差 共产党很可能会继续放毒 并且一定会在中东挑事的 很多香港长期隐秘战线的战友都染上了病毒 某个在香港组织大卡车运动的战友感染病毒 他说肺部像扎了针一样 喘气就疼 不喘气就憋得慌 16 5月份后世界会大乱 最大的就是疫苗灾难 疫苗灾难会比俄乌战争大万万倍 世界一定会找到病毒疫苗真相 病毒溯源正在快马加鞭中 17 郭先生从乌克兰救出了很多中国人 很多人回国 不方便透露 有一个河北的一家人混国后 后悔无比 他一路受尽侮辱不说 他说国内周围人无处不在的被洗脑的粉红 让他应愿死在乌克兰 18 马斯克的Starlink通信能力 是决定世界人民命运的 美国政府想买回去给马斯克10倍的价格 马斯克都不卖 这是一个商业上真正的通信帝国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